为了参与全国运动会来位县争取佳机 南投县驱棍球男子及女子代表队 近期正在竹山高中进行训练 先体育会理事长副议长潘一泉 为了鼓励选手也指派总干事洪明会 陪同中华民国驱棍球协会理事长蔡宜朱道孝 进行授其慰问并执政加蔡金 今天向南大冠帮忙帮忙理事长的支持 专庭来关怀驱棍球 专庭跳会拨一些经费来跟咖啡金 来祈祥阴在我们这个100公斑年的全国运动会 会等年就金牌 感谢我们南投县体育会 红总干事代表潘理事长 来到竹山高中 为我们全国运动会的曲棍球代表队 男生队和女生队来自证加蔡金 希望在今天授起了以后 让我们这些所有的选手 能够更有信心 为南投县争取更多的荣耀 竹山高中校长陈汉明 也感谢此次县体育会 能够前来慰问选手 希望选手们能够持续努力 在全运会中展现出 精实训练成果 夺取家机为现真光 南投县的代表队一向都是以我们竹山高中的 毕业的校友为一个班底来组成 那之前大家已经为这个曲棍球 也努力很久 那我们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上 还有我们现在目前优良的一个场地上的一个训练上 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为我们南投县的体育 能增添一些光彩 县议员牛浩在当天也到场关心选手 并感谢县体育会对选手们的重视 也期许透过县体育会的授期勉励 能够更增加选手们的自信心 让他们参与全运会能够争取到冠军的殊荣 以往在竹山高中的曲棍球队 还都非常精神的训练 包括竹山高中的校长 以及包括蔡宇柱曲棍球理事长 他还都非常用心的在学生的 这种曲棍学科项目的各种的训练以及加强 那在去年的成绩其实都不错 那也希望说今年再借由这个今年密集的训练 那以及包括南投县体育会 今天特别资争加菜精以及授棋 这样的精神鼓舞 在这一次的全国赛可以男女都可以夺冠 议长和宋凤也祝福代表队能够齐开得胜 在全运会中夺得佳击 为县内体育成绩更添光彩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